坐在電腦前 無障礙之家的嘉明小輝 已經難掩激動情趣 流下眼淚 一看到媽媽小輝瞬間爆哭 說媽媽我好想你 另一頭的媽媽則是趕緊安慰 因為防疫期間 從3月20號開始 高雄無障礙之家 禁止家人探視 其中99位全天候的嘉明 影響最大 6日也無法返家 跟家人團聚 敢用視訊 你好嗎 張家明 你好 另一位小明也跟爸爸視訊 原來最近他就要過生日了 往年家人都會一起在家慶生 這回只能送蛋糕 到無障礙之家 小明點點頭答應 但已經紅了眼眶 因為現在外面很多人生病 爸爸明天早上會送蛋糕 進去給你吃 我們怕我們的服務對象 平常大概有一半的人可以回去 這時候他們會非常的想念 所以我們就用視訊的方式 每週一次開放輪流視訊 社工老師們也會說明近況 讓家屬安心 兼顧防疫跟親情 記者陳廷宏 書宏 高雄